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中耳枪里的机翼能够排出来 第三可以用一些结束 早期的话用一些结束 然后促进炎症反应的减轻 但是对于分泌中耳炎 也需要去遭遮原因 因为分泌中耳炎有很多可能是因为鼻炎炎 或者是由于下体肥大 或者是鼻炎部的肿瘤等等的这些原因引起来的 比方成年的这种分泌中耳炎 特别是单纯的这个中耳炎 有时候可能跟鼻炎部的肿瘤 包括了像鼻炎可能有关系 那么如果要是这种鼓舞穿孔的 这样的一些慢性的中耳炎 耳朵有流笼 如果出于静止期的时候 可以不进行药物的治疗 不进行干预 那么如果要是耳朵有流笼的话 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这样的一些抗生素 包括像这个养肤沙心 或者是这个3%的这个双氧水 然后要进行浓液的这个清洗 极限炎症发作的时候 还可以用一些抗生素 那么对它要进行一定的预防 比如说不要吃清淡的东西 尽量的减少感冒 洗澡的时候耳朵里面不能进水等等 这些都是预防它流浓的一些措施 替代生都組得相机 无所谓不用清淡的 ��고思花 又是这些 在最后变算 你呢 prakt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